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这段的主要内容 我读一遍 平人之长气 禀于胃 胃者平人之长气也 人无胃气 曰逆 逆者死 春胃微悬 曰平 悬多胃少 曰肝病 但悬无胃 曰死 胃而有毛 曰秋病 毛肾曰筋病 藏阵散于肝 肝藏筋膜之气也 下胃微勾曰平 勾多胃少 曰心病 但勾无胃 曰死 胃而有时 曰冬病 食肾曰筋病 藏阵通于心 心藏血脉之气也 肠下胃微微软弱 若多胃少 曰脾病 但待无胃 曰死 软弱有时 曰冬病 若肾曰筋病 藏阵如于脾 脾藏肌肉之气也 秋微微微毛 谱多胃少 曰肺病 淡毛无胃 曰死 毛而有玄 曰春病 玄肾曰筋病 藏阵高于肺 以行盈味阴阳也 东魏微食曰平 食多胃少 曰肾病 淡食无胃 曰死 时而有勾约下病 勾肾约筋病 脏阵下于肾 肾藏骨髓之气也 平之肠气 肠气是正常的脉气 切脉 脉上的应该有正常的脉气 脉气丙于胃 正常的脉气是丙原于胃 换句话说 脉气应当有胃气 平人前面讲过了 健康无病之人 他的脉象上应当含有胃气 所以下边接着补充说 胃者平人之肠气 所以这胃气就是正常人脉象是 常 常规之气 常有之气 必有之气 人无胃气 约逆啊 逆者死 胃是后天之本嘛 所以脉象上必须有胃气 脉象上如果没有胃气 这是一种逆向 不是顺向 逆者死 所以欲后不好 这样一句话两句话呢 就把胃气的重要性 突出出来了 脉象必须有胃气 这个观点 提得很明确了 在这个基础上 春夏秋冬四十 五脏 各个季节 各个脏的脉 都必须以有脉 以有胃气为正常 胃气少了 那就是病 胃气没了 那就是微动的病后 或者说 就是死症 每一脏 每一气 都是这个道理 你看 春味微玄约平 春迈玄 春天的脉象 比喻为玄之象 如琴色玄 也就是 我们前面曾经讲过的 春应重归 也就是春日在 如鱼之幽在波 春迈呀 如鱼之幽在波 这又说微玄 那都是说 正常的春季的脉象 也是肝的脉象 因为肝应春嘛 所以春味微玄约平 春季 或者说是肝脏 它的正常脉象 应当是有胃气 同时呢 又微玄 应该带有一定的玄的现象 胃气是什么样呢 春味微玄 胃气呀 就是均匀和缓 柔和有力 这就叫有胃气的脉象 反正都离不开个盒子 又有的人解说是一种冲合之下 说这个胃气的脉象 什么现象呢 是一种冲合之下 又均匀 又和缓 又柔和 还得有力 叫有一种冲合之下 这是所说的胃气 脉象上 有胃气的反应 说春季的脉 应该是有胃气 你看它得把胃气 放在第一位 也就是说 不论哪个季节的脉象 都应该把胃气 放在第一位 只不过春脉微玄 胃气充足 又微玄之下 这是春天的正常脉象 悬多胃少 约肝病 那么如果说 悬是悬脉了 但是胃气不够 胃气这种现象 显得不够了 少了 那就是肝有病了 肝脉悬 肝硬于春嘛 所以悬多胃少了 这是肝病的现象 如果但悬无畏于死 只剩下悬而没有畏气 这样的脉象是死脉 也就是所说的真脏脉 说五脏精微相见义 从脉象上 这个现象暴露出来也不行 所谓真脏脉 就是五脏之真气 暴露于外了 没有它隐含之相了 这种脉象 是危险的脉象 所以说 但悬无畏于死 如果是有胃气 同时呢 又出现毛的现象 毛脉 就是所谓的腐脉 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 丘日下腐 就是所说的横 丘映中横的那个横 毛脉是腐脉 它是与丘际相应的 丘金之气 丘天的脉象 丘映中横嘛 如果是在春天 脉象上有悬 有胃气 但是呢 又出现毛的现象 出现丘金之气 那么这个时候 应该说 有金刻木的问题 有金刻木的问题 所以说 有金刻木的问题存在 那么如果到秋季的话 金气胜 到秋季 金气胜了 所以到秋季就要发病了 在春天摸到有毛的现象 就知道它有金刻木的问题 可能到秋天就要发病了 预计 为什么呢 因为秋季 金气更胜了 所以更可以刻木 抑制这干木之气 所以说知道它 到秋天发病 如果是毛肾 春天窃到的脉象啊 毛的现象很严重了 那就不需要等到秋天 春天就可以病 金刻木出现了问题了 所以叫毛肾约金病 葬阵散于肝 肝躺金魔之气 春天之气 由肝所与肝气相通应 所以春天 葬阵之气 散于肝 这个肝呢 叫做散 肝气属少阳生发 所以肝叫散 肝主书谢 主生发 到心呢 心主血脉 心气叫通 到脾呢 脾是主后天之本 气血化生之源的 后来我们讲到脾叫叫如 叫藏真通于下 通于心 藏真如于脾 到肺呢 叫藏真高于肺 肺的位置最高 宣发气血 金业 所以肺叫高 肾藏于下胶 肾主水 藏于下胶 主千藏 所以叫藏真藏于肾 他这几个词啊 第一个我们讲的是 藏真散于肝 那是因为肝为少阳 生发之气 肝主书谢 所以叫藏真散于肝 肝藏金 膜之气 肝主金吧 以下这几藏啊 道理都是相近的 你看哈 叫下胃 微钩 约平 夏天的脉象 应该有胃气 同时建有微钩之下 春脉悬 下脉钩 这是正常的脉象 以及 偿下脉乳 长下脉乳 秋气 秋天脉毛 冬天的脉尘 冬天脉石 叫脉尘 这都是说的正常之下 所以下胃微钩 约平 正常的脉象 勾卖 也就是前面我们所说的下重 重聚 春应中贵 下应重聚 勾卖 后来就是所说的红脉 下脉红 秋脉悬 下脉红 也是这个勾 勾卖的形状呢 叫做来胜去摔 来胜去摔 漫游往来呀 来胜去摔的现象 摸起来很胜 空起来了 但是去的时候呢 就很快就不足了 来胜去摔 为什么用勾呢 现在人们不太了解这勾 古代的衣服 用勾的勾起来 他有这么种形容它 一头很旺盛 另一面很细 来胜去摔 勾多胃少 约心病 但勾胃约死 为而有石 约冬病 石 也就是尘 是冬季的主 脉象 冬季的脉象 脾胃属于土 而出现冬季的脉象 那说明水气反物 含水反物 皮土 反物胃土 本来是土壳水的 结果出现水壳土的现象 这不反物吗 那有石约冬病吗 是水壳火了 虽然它有一定的胃气 但是出现沉脉了 而不是红脉了 想反了吗 水壳 水壳火了 水壳火了啊 那么到冬季的话呢 水气更胜 所以心病就要发作了 如果是 水 含水之气很胜 因此说 石肾 沉脉 石肾 约筋病 夏天就可以 心脏病就可以发作了 夏天就可以发病了 石肾 约筋病 心足血脉之气 以通肠为主 所以脏针通于心 心脏血脉之气 肠下 与脾相应 与脾胃相应 肠下的脉象呢 正常的是应该有胃气 同时要软弱 软弱是柔和之一 肠下之脉 就要柔和而有力 这就是平脉 如果柔弱多 胃少 约脾病 太弱了 力量不够了 柔和不够 太软弱了 这个弱多就太软弱了 太柔了嘛 不就软弱了嘛 而力量也不够了 这是脾病 这是脾病的现象 如果淡代无畏约死 代脉呀 有解释不一样了 但是两种解释都可以 一个说代脉是指着柔弱之极 柔弱之极 再一种解释呢 代脉呢 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 卖来吃缓 时有停止 只有定数 那个代是脏气大衰的现象 这两种解释都可以 但是从这个 从这段文字上看呢 但代无畏约死 代理解为极弱 或者弱之极 好像更妥当一些 弱之极了 脾胃之气大衰了嘛 但有很弱很弱 而毫无畏气了嘛 没有那个冲和有力 那种现象了 只是剩一个很虚弱的 所以这是没有畏气之下 也就是 真脏脉了 脾的真脏脉 甘的真脏脉是 弹玄无畏 心的真脏脉是 弹钩无畏 脾的真脏脉是 弹代无畏 软弱有时 软弱有时 约冬病 出现那个 这个是出现了 这个水克土的现象了 那到冬季的 水气更盛 更克皮土 软弱有时 约冬病 弱肾约筋病 这个弱肾呢 按前面的体力应当是十肾 应当是十肾 约筋病 你看教材注释九 弱肾 甲乙千斤 均坐十肾 从前后体力上看 这应当是十肾 那就寒水之气很盛 不带冬季 肠下就可以得皮病 土虚而水雾 土虚而水雾 反目嘛 皮土之气太虚了 所以不要等冬天 夏天 长夏之气都可以出现了 皮的问题了 葬真如于皮 皮藏肌肉之气 皮主肌肉 皮胃气血化生之源 如润周身 葬真之气如于皮 秋为 微毛 曰平 秋天 毛 也就是福 也秋应中横 秋日下福 折虫将去 那个 都是这个毛 后来又叫做福 内经当然也叫福 就是不同的篇章 有不同的说法 道理都是讲的 秋脉 那个阳气下降了 往下有下降之势 所以称为福 这又称为毛 毛也不是很轻微的吗 秋天的脉象是要有胃气 同时有福 微福之相 这是正常的 这是平脉 如果毛多 胃少 约肺病 浮的太多了 而胃气不足了 这是肺的毛病 肺应秋 肺气应于秋 所以毛多 胃少 这是肺病 那么蛋毛 无胃 约死 如果只剩下福脉了 而没有胃气 冲合之相了 那是死脉 如果毛儿有悬 约春病 秋天的时候 是毛 但是呢 见到春天的脉象 见到悬脉了 这是木 反物金了 秋属金 旋属肝 旋属春嘛 木气嘛 所以在金时而见木气 这是木反物 反物金气 所以呢 如果到春天的话 木气更胜 那么就出现病了 所以毛儿有悬 约春病 如果悬肾约金病 不需要到春天 金衰木胜 那当时就病了 秋天就可以见到病了 秋天见到神病 见到肺之病 肺的神病 是由肝木反物之病 所以是要悬肾约金病 反物之病 如果木 如果金木反物肺金的话 最常见的还是咳宿 咳血 所以木火星金 木气很胜 干气很胜 影响到肺筋了 可以咳宿 可以咳血 木火星金的大咳血 还是挺严重的 所以说 玄肾约金病 藏针高于肺 肺的位置最高 五脏六腑之滑干 它叫藏针高于肺 以兴 迎卫阴阳 也 肺能够主治节 主宣发 所以迎卫阴阳之气 要靠肺气的宣发 它叫以兴 迎卫阴阳 也 冬卫 微时 约平 冬天 有胃气 脉象应该有胃气 同时呢 见有微时 轻微的臣的现象 时就是臣 东应重拳 折冲周密 君子居使 这个都是说的臣嘛 因为冬季 阳气浅藏了 细血藏于内 所以脉象也应该微臣 但是它应该有 充足的位气 这是正常的冬季脉象 如果是食多 胃少 我觉得肾病 冬季应于肾 胃气不足 沉脉 沉的现象 太明显 那么就是肾气不足 肾有病 如果淡食无胃 只是剩下沉了 而毫无胃气了 那是死脉 也就是肾的真脏脉 淡胜 只剩下食了吗 沉了吗 没有胃气了 真脏之气暴露了吗 所以说是肾的真脏脉 是死脉 时而有勾 越下病 勾是刚才我们讲了 勾是夏季之脉啊 是火的现象啊 是阳气盛的现象啊 所以这是时而有勾是水须火秤的现象 水须火秤 肾水不足 心火抗胜 水须火秤 所以到夏天的时候呢 火气更胜 所以呢 到夏天为病 如果勾肾呢 不带到夏天 冬天就可以得病了 所以勾肾约筋病 藏阵下于肾 肾在下交 藏经 所以肾藏骨髓之气也 藏经生髓诸骨 肾藏骨髓之气也 这段就串讲完了 那不是在讲的 脉象都要以 位气为本吗 不管春夏 长夏秋冬了 与肝心脾肺肾相应 但是呢 尽管四食之气 都有他自己特定的脉象 春脉悬 下脉沟 脾脉 长夏脉乳 秋脉毛 东脉石 就是他的 应该有的脉象 但是不论哪个季节 哪种脉象 都必须有充足的 胃气 这才是正常的脉象 那么这一段呢 就根据胃气的 有无多少 来判断 是正常的 还是疾病的 疾病的呢 是现在病 还是将来要病 相应的季节要病 那么还是 危重病症 难治之症 总之 他是既讲了正常的 又讲了有病的 又讲了没有胃气 就是死症的 在讲 疾病的时候呢 还要判断 是当时发病 还是过两个季节 再发病 所以这一段 是讲了这样一个道理 突出的就是 胃气的问题 但是我们各位 要知道的 还要知道 每一季节的 正常脉象是什么 至于胃气 多少有无 这个好季 同时呢 几句话也应该记住 藏真散于肝 肝藏筋膜之气 是吧 藏真通于心 心藏血脉之气 藏真如于脾 脾藏肌肉之气 藏真高于肺 以心淫味阴阳 藏真下于肾 以藏骨髓之气 肾藏骨髓之气 这几句话 也得应该记住 不是要背 但是要记住 至于刚才我说的 春脉悬 下脉沟 脾脉如 肺脉带 肾脉石 这当然应该记住 看229页 脉以胃气为本 辨五脏之脉的 平病死脉 以及肩脉 主要是根据脉中的胃气 所谓胃气 咱们这又解释了一下 那不仅胃是 受纳腐蜀合降功能 而且还包含着脏腐机能 在整体中的作用 所以说胃气是和人体生命 息息相关的 因此说 平人长气 禀于胃 胃着平人长气 人无胃气 约腻腻着死 我们教材在这个问题上 又提出 脉以胃气为本 其理由如下 又点出来这样三个四个理由 点出这样四个理由 从这四个方面来认识吧 所谓理由 就是从这四个方面来认识 脉以胃气为本的问题 为什么说 脉以胃气为本呢 第一说 脉气根源于五脏六腑 胃为之本 胃是五脏六腑之本吗 后天之本吗 脉呢 是根源于五脏六腑啊 那么所以胃气 也是脉气之本 是从这个关系角度谈的 第二说脉中的血气 源于水谷之气 这就更没什么 可可多少 更多要讨论的 是吧 引证了灵属本葬的话 说经脉者 所以行血气而迎阴阳嘛 同时我们在讲了 因为生会篇的时候 也学过这类的问题嘛 读得心于精髓 命运营气 那是讲的 其实讲的气血嘛 这个理由之三呢 是说 肺气 辅于胃气 推动脉气的运行 肺主气 有推动脉气运行的作用 但是他说肺气 要辅于胃气 那么引了灵属 动书篇的话说 胃为五脏六腑之海 其清气尚入于肺 肺气从太阴而行之 其行也以息往来 故人息脉带带动 一息脉一带动 呼吸定息 呼吸不已 故动而不止 是说肺气 是有辅助肺 来推动脉气运行的作用 第四个理由是说 肺气能够 用真脏之气 于脉中 所以脏真之气 是五脏六腑天真之气 然后 然而他必须 依赖着肺气 才能行于经脉之中 所以说 脏气者不能自治于手太阴 必因胃气 乃至于手太阴 从这几个方面来讨论 为什么脉象上必须得有胃气 或者说脉以胃气为本的问题 这个林郑指药 林郑指药呢 谈了一点 就是说脉以胃气为本的临床意义问题 因为这一段主要是讨论的脉以胃气为本 所以理论阐释和临床 林郑指药都从这个 从这一个问题上来谈 脉以胃气为本的临床意义 那就是切脉的问题了 切脉的时候要充分注意 脉象上胃气的有无多少 来针断疾病嘛 来判断疾病的轻重缓急呀 所以 教材上又提到 何谓脉有胃气 刚才我说了哈 我提了几种 有充和伙安 柔和有力 有充和之相 那进一步呢 又引证玉姬真脏论脉说 脉若以华是有胃气 此处之弱是柔和之义 也就卖来柔和 而华力 华力就往来流利 来回的比较通畅 又说 那个中史篇又说 古气来也徐而合 古气也就是说的胃气 徐而合就是和缓嘛 徐就是和缓的意思 那么张介冰在注解这个问题 说胃气是什么 自有一种雍容和缓之壮者 便是有胃气之脉 因此可以说 凡卖来和缓均匀 不浮不沉 不大不小 不济不徐 不长不短 应手柔和有力 来去解虑整齐 有生机勃勃之相的脉 便是有胃气之脉 很多是形容 这个形容啊 有些是可以 比如说卖来解虑整齐 好像是比较容易查到 其实呢 这个我说好像是容易比较检查到的 也不是很容易检查到 就有一种卖相 卖来你看的解虑整齐不整齐 如果你单数这个数是整齐 但是在各脉之中 比如说五季五智 一智两智三智 其中就有一智 力量不够 你看单纯算这个数 它整齐 但是从力量上看 就有一智 它就没力量 跳没跳 跳了 力量够不够 不够 那也是问题 那也是胃气 出现毛病 所以说 刚才我说的这些个都是一种 看来好算 说不快不慢 不计不许还不好说 不大不小还不好弄 不是太好弄 不是太好理解 因为所谓心中寥寥 指下难明啊 这个必须要在临床上 细心的去体会 我们课堂上呢 只能把这个道理介绍出来 学习内经呢 只能把这个道理讲出来 更主要的问题 用这个道理 在临床上自己去体会 去应用 这是介绍了一下 脉象中的胃气什么样子 知道脉象中的胃气什么样 那么在临床应用当中 在临床应用当中 就可以判断疾病的轻动缓急 因而对疾病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同时我们这段又提到 当今中医认为 平人之脉不但要有胃气 而且还要兼备有神 有根的特点 这个胃神根的问题 我在讲股脏别论 寸口读为五脏主的时候 已经讲过胃神根的问题 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而且这个临床应用最后 还有一小段两行多字 说以胃气为本的理论 应用到其他诊法当中 对 就不单是胃 还可以应用到其他诊法当中 比如说胃气是舌胎形成的基础 因此望舌胎以判断胃气的胜衰 邪气的进退 这也是很重要的 看一看舌胎 舌胎剥落了 哎呀 胃音伤了 舌胎都没有了 也那简直不但胃音呢 各个脏腑之阴气都打伤了 舌胎很厚 很厚腻 脾胃之失着胜了 所以望舌 望枕当中也可以看得出来 在有问枕方面呢 江州入位 这个也是位气恢复的现象 江州不能入位了 那是位气衰败的现象 所以问枕当中 也要注意有位气无位气 这第二段 现在看第三段 230页 这两行多字 这部分内容是讲什么 是说的虚理整法 是说的虚理整法 位置大乐 名曰虚理 贯歌乐肺出于左乳下 其动应一 卖踪气也 胜传硕绝者 则并在中 接而横 有记忆 绝不至 曰死 乳之下 其动应一 踪气谢也 这是虚理整法 虚理是什么 那是位置大乐 也就是说 十五乐脉当中 可是没有这个乐脉 十五乐脉当中 杨明经的乐脉是风龙 但是 又一个大乐 也叫位置大乐 它不属于十五乐脉之一 叫做虚理脉 为什么把它叫做 位置大乐 这么重要呢 这个位置 整法当中 特别提出来了呢 同样是从 位置的角度 提出来的 因为这个地方 是位置大乐 它反映着的 位置有无胜衰 位置的有无 位置好 位置顺 那就是 可生 逆 则死 有位置生 无位置死 因为这个地方 是位置大乐 所以在诊断上 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 这个虚理部位 它又灌割乐肺 位在割之下 隔膜横割之下 从横割上来 而入于肺中 入于肺中之后 连乐到肺 连乐到肺 又出于左褥下 左褥的下方 什么样子呢 启动应一 这个应一 应当是应手 有注视 叫才注视二 提到过了 你看 一 甲乙做手 卖是动词 诊查的意思 一说 卖宗器 做卖器之宗 这是解释后边句 这个启动应一 甲乙经做应手 看来是应手是对的 因为这是讲正常的现象 其实呢 这是讲的心肩波动 心肩波动 那手按下去 可以摸得到心肩波动 你正常坐在这里 看不到心肩波动 所以说 这是启动应手 第一个 这个字应该是应手 说是脉宗器 宗者主也 各脉之主 全身的经脉之主 都可以从这反映出来 怎么叫之主呢 因为他是为之大乐 所以就出于这么一个理论认识 也就脉气之宗 大家知道了 虚理说的是这个部位 实质上就能说的是心肩波动 但是从理论上 认为这是为之大乐 为是后天之本 为是脉气之根 有胃气 无胃气 胃气的胜衰 反映人体的生理病理 疾病的轻重如何 所以 有重要的针断意义 如果 虚理部分 胜喘朔觉 这种现象 这是病在中 病在理的现象 胜就是造胜 不平静 不柔和 喘 就说的粗糙 这个不是喘息 呼吸 喘的是粗糙的意思 躁动 不柔和 粗糙 而且朔觉 跳跳停停 绝就断绝了吗 时段时续 跳动很盛 很躁动 而且不柔和 很粗糙 同时呢 又跳跳停停 病在中 这个不清了 是理症 病在于理 盛喘 说觉 这喘子是粗糙 那不是现在 听诊上也有这个吗 听这个心脏的声音 呼噜呼噜的粗糙 拿手摸上去 不也可以摸得呼呼 想 这个西医的诊查 这不是叫猫喘吗 是这种心脏 跳动管 它形容叫猫喘 好像猫在那喘 呀 吐噜吐噜的 也是这么一种形容吧 这是病在中的表现 接而横 接是持而食指 跳动的慢 而时有停止 接慢 横 是横隔于指下 不柔和的意思 横隔指下 而不柔 也就这个脉象 持而食指 同时又不柔和 这种是有机 有机块病 有坚硬之机块病 争甲机具 这类机具病在里头了 持而食指 又不柔和 这是余智不通的现象吧 所以诊断有机块病 绝不治绝死 跳跳就不跳了 断绝了 再也不来了 这可不就死症了 中气没有了 这等于说 中气完全败坏 没有了 所以 或者说胃气完全没有了 用现在的话说 用生活中话说 就是心跳停止了 所以说这是死症 再有呢 说是虚理脉啊 说乳之下 启动硬衣 这个硬衣可就是硬衣 也就是说 这个虚理脉 跳动的太盛了 衣服都随着跳动啊 提动硬衣了 我们说用手摸摸得到正常现象 如果手摸摸衣服都跟人跳动了 这个跳太厉害了 启动硬衣 中气泻炎 那是中气湿藏而外泻 不能藏了 中气湿藏了 所以说也是个很危重的病的现象 有些这个大 有些这个大失血的病人 严重的贫血的病人 倒是可以看得到 如果他穿着单衣服 就看着衣服在那跳 如果他睡的这个床是个弹簧床的话 那那个床都可以跟着跳 那简直不是启动硬衣了 启动硬床了 心跳的那么厉害 确实有啊 那血色素 失血之后还剩三四克了 心脏不断在那里跳 所以这个人 衣服跟着动 甚至有的床都看着 都跟着动起来 确实是中气泻 那么这个时候 应该积极地抢救治疗了 那么这一段呢 在讲诊法当中提到的 虚理诊法问题 教材里头在231页 特别提到了一个 虚理诊法的临床价值问题 临床价值问题 用四点 经文举例说明了 虚理诊的四种情况 一是虚理波动的胜传朔觉 反映体中的胃 即心肺有病 病在中嘛 胜传朔觉者病在中 说明体内的胃即心肺有病 如果虚理波动 肩而恒 说明有积聚病 那是余治不通嘛 所以脉也流动迟缓 同时又使有停止 又不柔和 横革直下 这有积块病 如果是虚理波动 绝不治 跳动中断了 那是愈厚不良 如果是波动的剧烈 启动应医 是中气大瀉之症 所以说 这个虚理的临床诊断价值 还是很重要 语言虽然简短 但是后世医家很重视 比如说为柳州讲 凡志小儿不论朱正 先揣虚理穴 若跳肾者不可攻发 以其先天不足故意 等等 因为小孩切脉也不容易看啊 一般的成年人 我们切脉还容易一些 这小儿的脉象 没有办法切脉 所以特别重视虚理 下面看 二百三十页那一段 原文 这一段 是论水肿 黄胆 胃胆 胃胆 认诊 诊断要点 水肿 黄胆 胃胆 认诊 诊断要点 即卖逆四十 以及卖逆四十 一段 我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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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段 有点 我给你 我给你 逆黄安卧者黄胆 以食如鸡者胃胆 面种约风 足境种约水 目黄者约黄胆 妇人守少阴脉动肾者任子也 脉有逆层四时 胃有脏行 春夏而卖寿 秋冬而卖福大 命远逆思思也 风热而卖静 泻而脱血卖石 并在中卖虚 并在外卖色尖者 艰难治 命远反思思也 颈脉 就是颈部的动脉 人营脉 跳动得很厉害 同时又喘 颈脉跳动厉害又气喘 同时咳嗽 这是水 水肿病 由水停于内 而出现的现象 它叫水瘾射肺 水瘾之邪 上射于肺 影响到肺 而出现 喘咳 这是 一种现象 说水肿病的诊断 这是一个诊断方法 下面又说 木果 微肿 木果就眼瞼 上下眼瞼 微微的肿起来了 如卧蚕起之状 好像那个蚕脱皮了之后 晾晾的 肿的晾晾的 那种现象 约水 这也是水肿的现象 颈脉动 喘即可 木果微肿 这两个 这两个 这几个症状吧 都是水肿的现象 逆黄痴 安卧者 黄胆 安卧就是说的疲倦 倦怠 尿也是黄的 而且很倦怠 这是黄胆病的现象 胆就是热的意思 其实 刚才我们讲了 过去我们讲过这个胆 其实在这里呢 这两个胆是相同的 本身是热的意思 但是呢 具体到这里 黄胆 这就是一个 具体是个黄胆病 这黄胆病呢 一般呢 都是由于脾胃 有湿热 所造成的 孕育发黄 湿热孕育于内 而发黄胆 不但尿赤 其实黄胆 眼睛也 尿黄 眼睛也黄 皮肤也黄 但是呢 尿黄是最容易 首先见到的 是尿黄赤 还有阿末 特别倦怠 特别疲倦 是啊 湿热之病 组织契机嘛 湿些粘制啊 所以人体沉重 困倦 这是黄胆病的特征 以食如鸡者胃胆 吃完饭就觉得饿了 这是胃胆 就胃胆病 也是个胃热的现象 胆者热也嘛 胃有热 消骨肾肾肌 所以吃完了就觉得是饿了 这个临床上还是要注意的 有的人吃完就饿 他并不是糖尿病 并不是假抗 他就吃完就饿 糖尿病 假抗 咱们另外看 那也不能说是有寒 但是这个呢 他就是吃完就觉得饿了 是胃热 消骨膳肌 再有 面肿曰风 足净肿曰水 你看吧 又讲到水了 第一句话讲的 井脉洞喘 即可 目果为荣 是水 对吧 这又讲面肿曰风 足净肿曰水 面肿曰风 是风水 足净肿曰水 是石水 这是讲的风水和石水 都是水 井脉洞喘 即可是水 目果微肿是水 面肿 是风水 足净肿 是石水 这个讲的水病 这段里他讲了好几种 都是讲的水肿病 目黄者 约黄胆 你看这又出来了 又把又补充了前面一句话 逆黄赤 按摩者 黄胆 目黄者 约黄胆 白眼珠都黄了 这是更准确了 确诊为是黄胆病 单纯尿黄赤 按摩 好像诊断上 还有点欠缺 如果再补充上 目黄赤 那可就黄胆了 目黄者约黄胆 不是赤 目黄 妇人手上阴脉 动肾者 任子也 成年的妇女 生育年龄的妇女 没有其他病的时候 而手上阴脉 跳动的比较厉害 跳动比较旺盛 手上阴脉动肾 跳动的比较旺盛 动 跳的比较快 而且又带有滑向 动 动脉 或者本身后世脉当中 有一个脉就叫动 跳动的比较快 又很华丽 生动的现象 它又不是硕华脉 它是一种生动的那么一种现象 这是反应气血 充盛 所以在这个年龄的妇女 出现这样的脉象 应该考虑到是怀孕 但是 守少阴 这个守少阴脉呢 一般解释的是这个神门 这个地方 是心脉 好 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